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国银行3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 原因是市场预期内银第三个业绩平稳 并且看好第四季度信贷投放提升 有利内银的营商环境 稳健者可以留意中国银行 内银股陆续公布第三季的季绩 根据中金预测 第三季正式差收窄幅度 比起上半年减少 其中对比今年第二季 工行、农行、油柱行和招行的正式差 均预期跌两个基点 建行跌三个基点 交行持平 中行升一个基点 今年头三季来说 中行正式差 按年升三个基点 大幅跑赢期内主要银行股的正式差 按年跌八至二十基点 表现稳健 中行正式差表现好过于行业 主要由于公司拥有大量的外币存款 在内地和国内的利率比较多元化 截至到6月底 中行的外币存款 占整体存款超过一成六 市场份额居行业之首 美国加息有利外币资产收益率提升 美国利率吹升之下 中行有望在外围加息之中受惠 正式差面临的压力会小过其他内银股 中行可以视为内银股首选 策略上 经于内地多项9月份经济数据推迟公布 和内银股业绩有待公布 中行建议分住部署 中行形态正是挑战下降轨 可以等候2.6以下级纳 目标先看2.8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行未来3年的股息率分别是9.6厘 10.2厘和10.7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